我媽很聰明的 冰箱為了要省電 你會選擇什麼呢 A 開冰箱門不超過5秒 B 冰箱離開牆壁10到15公分 哪一個是比較省電的呢 A還是B 請舉牌 這算是知識大考驗 來 菁姐 你覺得是 像我們這種單身 那你知道就有很多朋友 來我們家 你這冰箱我一定超過5秒 因為我覺得 這想要仔細看要選哪一個車 可是你知道嗎 每一次朋友一打開 因為你其實它內容物就很簡單 你沒有什麼太多吃的東西 你只不過就是來個八寶車而已 你一定就是 你要選擇酒精類 茶類還什麼 那你光啤酒我們就選擇障礙啦 真的啊 我覺得菁姐 你的冰箱門應該換成透明的 就沒事 有 真的 透明的 換成透明的就沒有選擇障礙 因為每一次我有些兄弟來打開冰箱 你知道那些臭男人 真的是有選擇障礙 他開過超過5秒鐘 你知道那個冷氣是 一直往外跑 你看到泡沫了 超過10秒了 我差點沒給他飛踢 你知道嗎 你全部都放胎皮 他怎麼會有選擇障礙 沒有選擇嘛 因為你搞這個搞那的啊 當然要選啊 真的 會響一下 但是我會有點口渴啦 我喝一下 請用 喝一下 那喝完 謝謝 喝完表演就進來了 對 喝完 好 OK 好 夏宇童呢 我也是覺得就是冰箱不能開超過5秒 因為也是被我媽訓練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朋友來我家 就是他要拿東西 我都會數 5 4 3 2 1 他還要數 我會數耶 因為我媽她也是會這樣 對伍 就這樣是比較好 不要省電 可是冰箱不是打開超過5秒 會嗶嗶叫嗎 對 那有時候很煩耶 我們生命當中 一直被吹一直被趕 連冰箱 連冰箱都要這樣子 給我嗶嗶嗶 我們到底要承受多少壓力 好 哥哥媽呢 我是選那個冰箱不可以離 就是靠牆太近 因為之前我有買一個新冰箱 後來就 後來我就請維修人員 我還跟他抱怨說 我是不是選到機王 因為不到半年冰箱就壞了 後來他就跟我說 其實冰箱 它就是要離那個牆壁 一定要至少10公分 要給它散熱 對 要不然它就是可能 沒辦法散熱的話 壓縮機會容易化 很多都是系統家具的 就直接都把你塞好了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你在跟裝潢在講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10公分也要 先講就算 也要算進去 邊邊都要 對 要預留 對 是哪一個比較省電呢 像我有四個兄弟姐妹 加我的話我媽就是生五個 而且我們又是三代同堂 全家大大小小 加起來就是十幾個人 那一天 一個人開十次就好 那個冰箱就開了一百多次 那電費就拱好拱好 所以我們家呢 就從小就規定說 欸你冰箱打開之前 你要先想好你要拿什麼 打開呢 就是五到十秒鐘之內 就是要解決事情 那後來呢 大家因為時間短嘛 那我就一直開一直開啊 所以又規定一天 只能 最多一個人只開五次 那冰箱外面還有那個白板 可以換那個分子記號 我媽說那時候這樣規定起來 還真的有省到 一個月至少可以省個兩三百塊 我是選A 那現在在外面租屋啊 我們在那邊收費價是 以付到五比五塊 超貴的耶 所以各種店就要各種省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到 網路上有說 冰箱呢 如果一直去開超過五秒 就會超浪費電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秉持著 在冰箱先想好一下 欸你冰箱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就馬上想到 然後就打開一拿出馬 絕對不可以太超過五秒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三十八的KOL 投票給了B 冰箱離開牆壁十公分 而有百分之六十二的KOL 投票給了A 開冰箱門不超過五秒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六十二%的人選擇 開冰箱不超過五秒 對啊 哇 那真的壓力滿大的 所以選B不正常 請噴 不要這樣啦 冰箱不是拿來開的嗎 六秒 七秒 八秒 那個不會怎樣嘛 妳每次都沒有 五 四 三 二 一 妳講為什麼 我們在五 四 三 二 一 OK 衛宇軒妳有什麼PETBALL 好 我這個PETBALL 是我朋友教我的 就是妳在那個冰箱裡面 放結冰水 像這樣子 結冰水 那不是檳榔檯 還會 就是冰塊 妳就是拿那個 已經喝完的寶特瓶 然後裡面裝水 結冰之後呢 把它放進去 那這樣子它會讓妳 冰箱裡面的空間 有一定的那個 就是溫度會下降 所以它裡面 用的那些能量 就不用這麼多 就可以省電費 像我就會冰個幾個 就是這裡一個 然後下面呢 如果它 開始慢慢變成水的時候 我就讓它跟冷凍庫的交換 然後一直在幫妳降溫的意思 專家這有道理嗎 它主要是因為 讓妳的食物旁邊的空氣 溫度不要降那麼快 因為我們打開一次冰箱 可能妳的冰箱溫度 會掉三到五度 會升高三到五度 所以用這個就可以開 超過七秒啦 可以多個大概三秒左右 你把那個五罐 你可以開十秒 對 所以這個的用意 是這樣 旁邊的空間 剛剛那個KOL說一個月 結果省下來 省個兩三百 何苦 為了兩三百 兩三百也可以吃個 很好的便當 那宇童呢 我的話是 因為我媽媽 她就是很喜歡在家裡面 擺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我媽之前 就會在上面擺一些那種什麼 有一塊布啊 因為還擺一個盆栽啊 就看起來家裡 對 就覺得好像很溫馨這樣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那樣子 那個冰箱很沒有辦法散熱 而且冰箱會更容易壞掉 因為它沒辦法散熱嘛 張欣姐 有 像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 上面不行 它不是後面嗎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還有它的四周 就是如果你有放一些 譬如說像盆栽類的 就是我比較潮濕的話啦 就是它也會讓零件很容易老化 真的嗎 專家 其實現在冰箱散熱的方式 有很多種 以前可能是早期是背 就是從背面兩側上面 背面有一個網子啊 然後它現在有些散熱 是從下面 下面的 對 所以你買的時候 可以稍微留意 如果說像我們剛剛講說 你裝潢的時候 你就要算好你冰箱的尺寸 可是如果很不幸的 你就剛剛好旁邊沒有縫 那你選冰箱的時候 你就要找那種 從下面去做排散 散熱的那種 那上面可以放東西嗎 基本上是不要會比較好啦 因為還是多多少少會影響到 冰箱散熱的問題 這主要是 有時候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我們有冰箱知識大考驗好不好 那考驗一下 來 第一題這什麼題目 牛仔褲冰冰箱 誰會幹這個事呢 真的 可以讓牛仔褲產生什麼效果呢 A變挺 B除臭 來 自己想一下 A還是B 請舉牌 這一定要選嗎 要選 我不能接受耶 不行 一定要選 妳不把牛仔褲放冰箱的 誰會把牛仔褲放冰箱的 有 Levice的老闆 剛剛妳講的嘛對不對 妳為什麼會選A 我覺得除臭是不可能吧 我覺得牛 冰冰的可能硬起來了啊 OK 好 好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都很在乎那個牛仔褲 有些人就是不是回到家脫掉 然後他就讓他在那裡 然後就不會去折他 所以牛仔褲最主要就是要讓他挺 挺挺的 OK 好 那薰傑呢 除臭 我跟你講我們那時候念滑缸的時候 我們就有同學開始流行了 David 你不好意思 你冷藏還不夠 你還要冷凍 對 要冷凍 等一下 你搭這個杯子跟你的牛仔褲 好開心 因為真的好的牛仔褲是沒有 真的不能洗 他真的從滑缸到現在 而且要怎麼洗 我們從滑缸那一票 牛仔褲是完全 真的香的啦 可以 這牛仔褲快上萬塊 不能洗啊 只能放冰箱除臭 香的啦 你的人是來 香的啦 我不要 真的 彈月 香的啦 來 姑姑媽 來 你剩冰感 好會怎麼化 真的啊 我們有同學 真的 那種快要十年 而且你都沒有要洗就冷凍 因為他怕那個褪色 有些時候會有線 他旁邊冰杯子 那你這樣冰著會怎麼樣 可是它不會消失嗎 不用洗 真的 你還套一個 你不要排汁 你無量的 你不要排汁啦 是不是香的 我可以不要聞屁股 他被罵嗎 他把細菱的動作 你給我聞你的味道 你不要聞你的味道 是不是香的 那推冰之後味道會出來嗎 對啊 是不是沒味道 不會 那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這樣子感覺 摸起來有點為失 對 所以你要穿之前 會拿去給太陽賽嗎 我可能會讓他除濕一下 就直接上來了 重點是它沒有味道 你知道嗎 你把這樣的牛仔褲 再跟 有好人去 有好人去 我跟你講好不好 所以包嘛 我們眼不見為鏡啊 把它包起來 你是冰牛仔褲 我們那時候在外面那個 那個租房子的時候 我們是 你如果敢把鞋子 內行人 對 真的 內行人 而且真的 鞋子跟酒一起冰 什麼叫鹹魚 不會 那叫香魚啊 不鹹啊 那個好香啊 那個鹹就不會臭了 等一下 我問一下專家 好啦 專家 妳的答案是 如果硬要選一個 答案正確的話是B啦 喔 對嘛 這心結是對的啊 對的啊 這個是時尚人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兩萬塊的牛仔褲 喜能會變形 曬了會褪色 那有細菌的狀態下 我要怎麼樣讓它不會變臭 就是利用低溫 所以就是要包好放冷凍褲 這個是有它的原理的 我剛剛講那個 Device的老闆 因為真的有人問過他 你來放回去 他說是可以的 他還沒賓購啊 他還沒賓購 會賓購 好 Anyway 答案是除臭 所以選A的噴 B-Rice老闆是同意的 他同意的 他說是這樣處理 因為他不鼓勵人家 一直洗牛仔褲 對啊 對 我是有聽過 好 那你不能洗 可是你也不能搞得臭乎乎的 對 那就冰冰箱吧 那你搞一個小冰箱 專門冰你的牛仔褲嗎 對啊 像那個酒櫃一樣 那你也奇怪 到底為什麼一直要冰在飛旁邊 那我牛仔褲跟妳 妳不能一起冰嗎 那味道不是很像嗎 你把你放在飛旁邊 我看得到我 我不想再看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什麼 什麼 喔 不要哭啦 有沒有 看到你又高興 就是現在 POPPOP 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